各位同学好 我是李文老师 一位热衷与线上教学的英文工作者 事实上李文老师主要的工作是教不教业的老师 高中升大学 今年迈向第20年 跟我同一期出道的老师 有些已经退休了 有些呢还在继续在不教业的厮杀 李文老师呢热衷教学 所以才提供线上课程 那李文老师的APP下载很方便 你不管是Android手机还是iPhone手机 你都可以到Google Play或者APP Store下载 名称就叫李文老师 下载之后呢 你会下面发现下面六个选项 记得往右手边画 总有24个 不定时会做一些替换 因为李文老师自己有不同的想法嘛 不同的我 不同的支带 不同的自己创意 好 那李文老师推出了七个课程 你看上面有钱的符号 就是代表付费的课程 都很便宜哦 一个月100块一个课程 李文老师有七种课程 让各位可以很多选择 好 首先第一个课程叫说文点解字 专门在介绍的就是New York Times的文章 相信我 你看到New York Times 在美国是相当大的机构 他的新闻呢 都不短哦 都很长 不过李文老师着重在最短的时间 把各位重点 为各位同朋友们介绍的文章的重点 你光看在荧幕上 我们现在就秀出来了 在李文老师上传的课程 你看到没有 1093个课程 就知道李文老师耐心有多强了 那这边你看到七分钟八分钟 四分钟是因为一混淆单子比较短 经济学人杂志 他也导读 这边是什么 电影学英文 介绍铁娘子 所以李文老师课程很多 连今日课程介绍是最长的 好 因为就是要告诉各位朋友们 李文老师在做什么事吗 尤其你现在如果觉得你想充实国际观 你想考托福多艺 你要知道存作题目没码 在短时间长时间提高自己的程度 那就是要靠李文老师的讲解了 因为费用最便宜 而且我相信不会有钱老师做我的事情 就算做了很快就放弃了 为什么 因为做这种事情 第一个要够怪 要有毅力 要从以前喜欢看各种杂志 还要订阅 对不对 就这么简单 好 New Time的文章呢 我来李文老师做个示范 你才会了解我在做什么事情 这边介绍 China's Hydro Hegemony 好像应该不是这样念 你有讲解过自己都会遗忘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水电霸权 听听看发音 Hegemony 稍微当机了一下霸权 那Hydro怎么会变水利的呢 你仔细看 Hydro这个字 如果说我们讲Hydrogen 各位知道这什么东西吗 这叫氢氧化就变成水 对不对 好 如果我们在前面把加个 Hob QEO加ENT Hydro消防酸 是不是跟水有关 对不对 好 再加上这个 没这个字 它讲水化 我的价格第一 脱水了 Dehydration 各位可以了解了 你发现那个Hydro H-Y-D-R-O 很有趣的单子 再加这个用法 Hydrolic 对不起 有落了一个R 难怪不理我 你看到没有 什么意思 Hydrolic就代表 专门 它讲E是不对的 应该是用水利的意思 叫Hydrolic 所以我们再回来 它不见得都翻到 这是林文老师 第一个帮手 就所谓的Google翻译 第二个帮手在哪里呢 在这里 比如说continent这个字 你看到没有 在荧幕上 很快就出来了 这林文老师花五年的时间 建入的字典 就在这个文书处理系统上面 所以才会快 那林文老师 边讲也才会快 那印标也出来了 continent 虽然现在学生都看不懂 第三个帮手呢 在这呢 你看到没有 这叫做光碟字典 continent 如果你记得 有一个可爱的卡通 叫做冰原历险地 路快飘移 就叫continental drift 所以你们介绍 北美的路快 The North American Continent 这样可以了解 你们讲 Astra and Africa are the two biggest continents 好我们再回来 所以林文老师 讲解的方式 你大概知道了 然后讲解 什么样的课程 所以总之 这个是New York Times的文章 那林文老师 每天呢 就五到十分钟 周一到周五 为各位做讲解 一混淆单字 嗯 在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有趣的单字 中文都差不多 你看呢 光荧幕上 大致上 我把它做个调整 你可以看到吗 对不对 都差不多 实际上这个bar 它翻酒吧 是有道理的 因为名字真是酒吧 所以我们来看看发音 block obstruct barricade blockade bar跟close 如果barricade 这个字呢 你不知道的话 你去 那你一定没有特别去看过 那个悲惨世界 在里面那个 那个叛军的领导者 他不断地这样唱 barricade 就指这个单子 好 barricade 路障 那我们再往下面看 单字王呢 单字王讲解 是Time杂志 非当起文章的讲解 针灸你知道英文什么吗 叫acupuncture acupuncture 你看 林文老师三个帮手 第一个帮手 Google Thai文章 对不起 Google翻译 acupuncture 针灸 另外一个呢 就是林文老师 自己有收录这个单子 你看 针针出来了 acupuncture 针刺针疗 对不对 第三个在这里呢 所以看到没有 这样讲解 你还没有印象吗 对不对 acupuncture 你看到 acupuncture originated in China 针疗呢 针灸治疗 起源就在中国大陆 所以 这你知道 puncher本身是一个单子 这样讲解 才会比较好 你看puncher 我不用解释了吧 为什么会针灸有关 就懂了 所以林文老师会把 这篇文章里面 五到十到二十个 重要的单子讲解之后 你再看文章 建议你听两遍 再看文章 非常清楚 这林文老师发明的方法之一 就最方便嘛 一些自力救济 费用才会最便宜 对不对 付费都贵啊 你看Time杂志订阅 2200块钱 今天还有一个高一的学生 问我老师 我们要不要订态杂志 来学校宣传 我说你看不懂 你看不懂的 建宗也没几个学生能看得懂 你看光彩这个标题 autism and schizophrenia may develop during infancy 你看你是不是 这这么多单子就卡一半了 autism schizophrenia infancy 对不对 infancy是形容名词是infant infant跟infantry又不一样 developed这边也不能叫发展 schizophrenia IA结尾是一个很特别的单子 autism也是啊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你知道autism什么东西吗 那个叫字 懂了吗 那schizophrenia呢 分 懂了吗 这么多的单子呢 所以我们在看 看英文备单子 都花时间的累积 所以林文老师 听了用的是讲英文 太导读 尤其相信很多人订太杂志之后 订了之后来干嘛 下一步就不知道干嘛了 因为他宣传力道很大 他可以到高中 他可以到大学 但很少人介绍经济学院杂志 因为他就没有想到亚洲这个市场 他想你自己有需要自己会读 就这样子 可太杂志推到力道很广 因为他想要生存下来嘛 费用把它压得很低 可是很多的文章相信我 你看起来你不是那么好读的 经济学院杂志倒是我林文老师 特别推荐的一个杂志 因为这个杂志贵多了 他到一年定下来 差不多四五千块钱 但是他有付 他有付什么 他有付朗读档案 这真好 所以你是我的订户 就会把朗读档案寄给你 配合文章 你可以听到英国枪 英国枪没有那么严重 相信我 但你听懂了 会了解他的文章的速度 再加上呢 林文老师有时候还付一段 广播里面 正好介绍这篇文章的重点 哇太好了 这种文章帮助 你发现一段时间下来 第一个最大的重点 学生有人会讲说 我跟同学聊的话题 会开始不一样 好 所以这边介绍 Protecting privacy online The price of reputation 这边介绍一个网站 叫reputation.com 你信不信 我们现在来看Google一下 现在是什么世界都有 什么东西无奇不有 reputation.com 你看到没有 出来了 真的有这个网站 online reputation.com 它专门叫做 reputation management 那reputation什么意思呢 不告诉你 听我上课才知道 第六个课程 林文老师介绍的是 电影学英文呢 今天介绍叫 烈爱重生 英文叫Rust and Bone 好 那Rust and Bone 这个字是英文的翻译 发语的话 我尽量背不开 叫 the whoia 太好了 你看出来了 an ado os 好 这个whoia 什么意思 whoia就指的是 那个生锈的意思 那os就是guto 是他叫食与骨 这是他最早的翻译 我们看看法语的翻译 你就知道了 你看右边 食与骨 好 他竟然法语 哦 原来我有拼错字 R-O-U-I-L-E 没错啊 我多了一根L 所以他不理我 等一下没看到出来 铁锈和骨头呢 我们听听看发音 the whoia does the whoia does 等于很高难度 食与骨 叫烈爱重生 那我们来看看 烈爱重生这个海报 网路上有什么样的内容 所以一打就出来了 那再加上有没有什么 你看sooted 就是他的脚本 photo 我们看他的剧照 剧照就出来的 食与骨 嗯 这部电影呢 我跟你讲 这种法国片 不能说叫好看的 他真的要拍好看也不容易 美国片说好看也不容易啊 好看片中的几个 对不对 而且美人好看定义不一样 这个就在讲真实生活 你怎么去处理真实生活的部分 就这么简单 好 那这里面角色 这个女子角色 还有另外一个角色叫 也另外一部电影 很有名 其实这个女生 很早就看到旷顾她了 因为她是太抢眼了 你有没有听过一个 叫终极杀阵 就卢贝松 导的叫 Taxi 有没有 那时候什么 小黄 叫做Ninja 你若有印象就知道 这女主角 还演过一个 法国有名的一个歌手呢 所以这部电影呢 也非常的精彩 林文老师很推荐 喜欢看剧情片的 不要错过这个电影 然后我也在等 另外一部电影 叫爱慕呢 好 林文老师推出了 第七个课程呢 叫画天说地解单子 今天特别介绍的单子 你也非常的特别 你知道今天介绍哪个单子吗 Charge 这个Charge呢 有八个意思呢 很特别哦 八个意思哦 一点都不干你 我这边只列出了一些 而且让你看不太到 对不对 因为排版的问题就跳掉了 所以林文老师的课程 你要订购很简单 你就写信给 L-I-N-W-A-Y-E-T 小老鼠Gmail.com 好 那这就是林文老师的 Facebook 欢迎加我 懂了吗 那我就把它加你 好 那你会看到很多 我的网站上 都贴了很多的重要的资讯 不是贴我个人的私事 No 这是林文老师的E-mail 我寄给你的付费课程 跟付费的ATM账号 那再加上呢 你也可以用 一定户之后 你可以用林文ET 这样一个line 来问我英文问题 我很高兴乐于回答你 所以林文老师提出 最多的课程 最简单的方法 记得每个课程 一个月100块钱 那最重要的重点 是我六个月一起 所以你必须一个课程 就付600块钱 有了目的在巨沙城塔 天一个月有什么意义 对不对 我就是收六个月为一起 就这样子 就这么简单的要求 那欢迎订两到三个课程 空中相会 拜拜